女仆轻轻退下主人的贴身衣物 温柔擦拭着主人身上每一寸柔软的肌肤 主人满脸兴奋地夸奖着女仆 而这一切都被窗外的男主人尽收眼底 女仆看到了窗外的男主人 眼神却没有丝毫闪躲 因为已经习以为常了 夜里 女仆点燃楼梯的油灯 看到了女主人夫妻俩的合影 而这时正巧房间里传来了女主人娇羞的笑声 这也让女仆心中泛起一丝波澜 回到自己的房间 女仆脱掉身上的衣物 对着镜子欣赏起自己美妙的洞体 女主人戴尔和女仆从小就生活在一起 这天戴尔父亲的实验室突然发生爆炸 戴尔的母亲和女仆的母亲 无幸在这场事故中身亡 当戴尔父亲赶到时一切都晚了 幸运的是 两个小女孩被邻居用厚厚的地毯盖住 从而逃过一劫 此后 两个小女孩相依相搬 宛如一对亲姐妹 戴尔的父亲对丽莎也非常关心 从小就让她陪同戴尔一起读书接受教育 而丽莎则尽心竭力地 服侍着戴尔直至她走进婚姻殿堂 这天 丽莎陪同戴尔与男主人特罗 去大剧院看一场精彩的魔术表演 可由于前面的女人帽子太大 遮住了丽莎的视线 因此她提议 想和特罗换个位置 她高大的身材 即使坐在后面也可以看到舞台 但却被特罗无情地拒绝了 因为她不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 和女仆换位置 这太有事颜面了 无论戴尔怎么劝说特罗 她依旧无动于衷 丽莎无奈 排着排前排女人的肩膀 希望她能把帽子摘下来 怎料她的请求 却遭到了贵妇的嘲讽 说吧就不再理会丽莎 而特罗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 主动和丽莎换了座位 戴尔也微笑着 赞扬了丈夫的大度 晚上丽莎睡觉前 又习惯性地 她从枕头下面拿出了 养父临终前送给自己的怀表 这是她最珍贵的东西 养父带她就如同亲生女儿 离别时养父恳请她照顾好戴尔 而她也并没有食言 一直陪伴在戴尔身边 急于她无微不至地照顾 第二天清晨 丽莎一如既往地来给戴尔夫妻俩收拾房间换夜壶 没曾想此时夫妻俩还沉醉在睡梦当中 这时听到声响的特罗突然惊醒 丽莎看到这一幕也慌张地退了出去 打扫完客厅后 她又骑着单车来到镇上挑选食材 因为今天有一位客人将来家里做客 殊不知随着客人的到来 一场闹剧即将上演 女仆每天晚上都会服侍主人沐浴 然后把药草放入浴缸之中 再将药草的香味擦拭在主人的肌肤上 因为这个味道是男主人最喜欢的味道 这天家里有重要客人来访 丽莎一大早便去镇上买了四条鱼 回到家后丽莎便着手准备起午餐 很快客人也到了 然而丽莎看到特罗的客人后 彻底愣住了 这居然是她的高中同学迈克 两人在学校还曾有过一段恋情 但由于身份差距太大 丽莎主动提出分手离开了她 而迈克在看到丽莎后也非常惊讶 她以为对方早已家做人妻 没想到丽莎还在这里服侍着戴尔 一阵寒暄过后 众人便开始享用午餐 丽莎把精心烹饪的烤鱼端了上来 给每个人都分了一条 可到了特罗这里 她却拒绝了 而丽莎认为自己被当众羞辱 愤怒地把剩下的鱼丢到外面 这让特罗在客人面前丢了面子 因为这件事 特罗和戴尔吵了一架 特罗对丽莎非常不满 要求戴尔换个女仆 可戴尔却不同意 毕竟她已经服侍自己十多年了 两人的感情早如同亲姐妹般 戴尔和特罗不知道的是 此时丽莎正在门外 默默听着这一切 她伤心至极 自己默默为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 如今特罗居然想将她赶出去 第二天一大早 气不过的丽莎便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特罗追了出来 别离开 我可以再来一遍 我可以再来一遍 拜託 她不想让你去 看着吞吞吐吐的特洛 丽莎委屈地拿起行李就要离开 最终丽莎还是留了下来 这天他找到麦克 诉说着当年发生的往事 因为养父当年对待他 就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 这让戴尔感到眼红 他只想自己的父亲把爱都留给自己 于是故意说丽莎投了父亲的东西 让老师当场翻找 最后还真找出了一块金色怀表 但戴尔不知道的是 这块怀表是父亲专门送给丽莎的 可当面对峙时 养父为了不让亲女儿感到自己偏心 便说是自己放错口袋了 自那以后 丽莎便觉得戴尔一直把自己当女仆 从来没有过真感情 麦克听后好言安慰着丽莎 让她看开一些 并邀请她去听自己的祷告 正当丽莎趴着墙听祷告时 戴尔却突然出现了 他警告丽莎不要乱跑 否则随时会将她踢出门外 无奈丽莎也只好乖乖听话 这天丽莎在院子里闲逛时 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两个女孩被一块地毯盖住 侥幸逃过了一场大火 可俩人的命运却截然不同 一个是女仆一个是女主人 女仆从小就对女主人 无微不至地照顾 没曾想戴尔却和麦克 紧紧相拥在一起 丽莎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的一幕 直到听见一阵敲门声 才放开彼此 随后特罗走了进来 但她没发现任何异常 丽莎看着自己的初恋 就这么被抢走 她准备报复二人 于是在男主人家族聚会的晚宴上 她猛灌了一杯白酒 给自己壮胆 随后故意把手中的餐盘 扔在地上 以此来吸引大家的注意 而戴尔丝毫没有感觉 危险症一步步向自己袭来 我必须要告诉你 义客重要的新闻 我的女儿 我现在是阿德里斯科里 在安格尔 有一个最新的爱情细 与伯格的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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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妈 什么 斯特罗 你好像是老酒 与伯格的与伯格 你去试试 话音刚落 众人都像戴尔投去一样的目光 而一旁迈克的现任妻子 直接气到晕厥栽倒在地 回去后 丽莎收拾行李 准备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可当她掀开枕头时 却发现珍贵的怀表不见了 焦急的丽莎开始四处翻找 她来到了戴尔的房间 看看是不是被她藏了起来 然而怀表没找到 却找到了养父当年的遗书 原来 当年有一位老妇人准备买丽莎 但被养父拒绝了 她以为戴尔和丽莎会友好的生活在一起 却没想到伤害到了丽莎 于是养父又写了一封信 内容是 如果你肯加些钱 我现在就把丽莎给你送过去 养父让戴尔把这封信交给老妇人 可戴尔却因舍不得丽莎 所以并没有记那封信 看到这儿 丽莎不禁潸然泪下 原来戴尔一直都把自己 当成她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就在这时 戴尔跑了进来 她用力关上房门 却没想到震倒了一旁的油灯 油灯掉在地毯上迅速燃烧起来 进门后 戴尔狠狠给了丽莎两耳光 对她说 如果不是刚才的宾客中有医生 迈克的妻子恐怕就没命了 你为什么要造我们的谣 而丽莎却说 那天明明看到两人抱在一起 听到这话 戴尔突然笑了起来 她说那只是为了感谢迈克 由于她的祈祷 戴尔不久后就怀孕了 并且特罗也知道这件事 现在丽莎终于意识到 自己对戴尔一直有着深深的误解 而戴尔这是流着泪对她说 与此同时 房间外面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滚滚浓烟涌进了房间里 两人立刻推开门向楼下跑去 然而烟实在是太大了 戴尔被呛得晕倒在地 就在丽莎觉得逃生无望之际 天窗的玻璃突然被人打碎 一个小男孩跳了进来把门打开 这才让二人死里逃生 影天最后 丽莎和戴尔分开了 他们各自重获自由 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 打开这种 中心的 好了 一人请